4月15号,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大熊猫圆院从卧龙神树瓶基地出发,启程前往奥地利,展开为期四年的科研合作。 据了解,在一个月前,大熊猫圆院就从普通眷舍转移到了隔离眷舍生活,提前做好出国前的各项准备,目前身体状况很好。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神树瓶基地饲养师董李,饲养圆院已经快八年了。 她告诉记者,圆院最近身体状况非常好,她每天吃竹子能吃10公斤左右,采写体检显示,她的身体各项指标很正常。 一个月的隔离检疫,有咱们的兽医,常规的体检,还有包括采取的一些分析,还有包括对尿液的检测等等,她的各个方面相对来说比较好。 4月15号下午3点,工作人员将圆院装入符合国际运输标准的龙舍,然后搬上专用的运输车整装待发。 对于圆院在路途上的起居生活问题,董李表示已经为圆院备足了路上所需的干粮。 据悉,圆院将陪同已经生活在奥地利的大熊猫羊羊,在维也纳美全公动员生活4年,期满后一同回国。 虽然远赴异国路途艰辛,但圆院的饲养师董李将全程陪护照顾她。 咱们有熊猫在奥地利的生活,然后反复回来的信息,状态都是非常好的。 有我全程陪护,然后当然就是如果她有情绪的紧张的话,我可以通过我饲养员和她的一些交流接触来做一些安抚吧。 记者现场了解到,本次大熊猫圆院赴奥地利,必将进一步加大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,与奥地利美全公动员双方在大熊猫繁殖、疾病防控、饲养管理、科普教育等方面的研究力度与成效,共同促进大熊猫保护研究事业的发展。 远远这次赴奥地利的话,主要的使命就是开展我们大熊猫的一个科研合作。 我们也派了一位工作人员过去,主要的就是希望她能够尽快地适应当地的食物环境等等,能够健健康的生活。